限定版兔年迎春禮盒 和多款精緻春節禮盒一字排開 讓大家針對需求方便送禮 從可愛應景的日式設計風格 與人氣IP馬吉貓聯名 Q版財神等精美包裝產品 認購這些產品都能支持 唐寶寶工作生活自立 感受社會大眾的愛與溫暖 新年我們這個主題叫做 義兔迎春 那最主要的是因為這幾年 因為受疫情的影響 現在已經陸續解封 所以新是希望說明年 那行星向榮 那也會台灣的一個經濟 然後注入了很多的活水 所以我們這次是以新 這個字為主題 那也希望說透過今天的 整個一個春節節會 讓社會大眾能夠來支持 這些皮膚員工讓他們有工作做 那也讓愛布洛索的產品 能夠讓社會大眾 或者企業來送禮的時候 可以多一份溫馨跟多一份關懷 我們愛布洛索的禮盒 那主要是由我們聲音障礙 唐寶寶的這些孩子來親手製作 那有的部分當然是結合我們南部的小龍 還有結合我們一些知名的企業 來做一個聯名 那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禮盒的 不管是製作或聯名 讓這些聲音障礙來摺紙和來做包裝 都是希望說帶給社會一種正能量 然後也支持這些生的孩子 能夠有一份工作 那這些孩子事實上很單純 他們只要有工作賺錢 那他們就說可以來養爸爸媽媽 那也希望社會大眾 能夠來給他們這份愛的支持 我們在即將到來的這個新春呢 會一起推出一款公益禮盒 叫做Love to You 玉兔銀春禮盒 那是有一支宣 還有唐氏正基金會的那個 公益品牌愛布洛索 還有文創界的插畫家馬吉貓 我們再度第二次三方共同聯名 推出這個禮盒 然後我們會將這個禮盒 所就是大眾購買的金額的2%呢 我們就會真正給經費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盒禮盒裡面呢 不僅是包裝著 就是各式美味的餅乾 還有承載著 就是我們對唐寶寶的滿滿的愛 那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夠 像剛才董事長所說的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大眾 看到這麼有意義的 這個公益禮盒的活動 然後能夠將這一份愛 能夠永續的黏黏下去 希望能夠藉由我們這個小小的舉動呢 然後在這個世界上 可以點亮更多的新燈 讓大家知道說 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其實可以靠自己的 一身體力型 然後去實踐更多 具有善循環的愛的力量 近期有許多戲劇作品 讓人印象深刻的藝人 謝欣映 也受邀擔任唐氏鎮基金會 年度公益大使 分享與唐寶寶們拍攝影片 相處心得 像拍攝那一天 我記得我們是一大早的 時間工作 然後我在說話的時候 他們就是一群小朋友 然後直接在我面前 一個一個都有自我介紹 然後非常的活潑 非常的樂觀 我覺得這個是我必須 得向他們學習的 就他們不怕聲 即便是有一點稍微的害羞 可是他們還是會帶著 無片的笑容 然後所以我們拍攝非常非常的勝利 你在笑什麼 他在迴響那一天 然後我覺得他們很棒 他們的 應該怎麼講 他們會注意到小細節 細節到就是 我帶了一對非常小的耳環 然後他們就想說 今天你的好漂亮 很關注細節 對我覺得這個是一般 就是可能身邊的朋友 也不會察覺到的事情 我覺得他們非常細心 就是其實他們 都沒有什麼心機 他們就是很 很簡單 很直接的去 即便是第一次見面 他們都能夠去表達 他們的熱情還有溫暖 對而且我覺得 因為那一天我們是 棚內拍完之後 我們又去戶外拍嘛 然後戶外那時候其實很冷 因為那個天氣有點難絕磨 所以大家就是 累歸累 可是他們的笑容是 發自內心的笑 會不會覺得累 就是他們就算在累 他也不會跟你講 你說你會不會累 他也不會覺得 還是一樣保持滿滿的活力 對 基金會公佈年度代表字 新 期許明年形形相容 一起挺過疫情造成的經濟影響 隨著禮盒的祝福 傳遞到每個人手中 同時用行動 持續支持唐寶寶們 記者問訓台北報導 一起來攜手支持2023年的唐石正基金 對 明白